再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自由时报的头条也是刚刚报导过的 中石化安顺厂的国陪案 而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头条一样都是 台积电昨天向投选会递建 正式申请要到中国大陆设12寸的晶圆厂 而看完了报纸头条继续再来关心的是 财政部公布11月海关净出口贸易的统计 出口是连续10个月衰退 创下金融海啸以来最长的衰退记录 年底忘记来临但我国出口连10个月复成长 财政部公布11月出口贸易衰退为16.9% 今年最大减幅 进而为221.3亿美元 是创金融海啸以来最长的衰退记录 也是连续第6个月两位数字的衰退 中国大陆它产能过剩 低价倾销 再加上它一直在发展在地供应链 这对我们的需求总是会有一些排挤的 以前的一些主力产品都受到一些国际产业竞争的影响 这是我们的一些隐忧 财政部表示由于全球景气复苏步调缓慢 农工原料价格低档盘跌 厂商备货意愿在区观望 导致我国11月贸易持续呈现颓势 而且电子产品碍于库存去化持续 光学器材则因产业热烈的竞争 试矿不稳才让减幅明显扩大 另外像是矿产品 塑化产品基本金属及其制品受到油价 钢架再度下跌的影响 出口也呈现锐减 塑化石化的相关的产品占了三分之一 油价的下滑造成出口直接跟着下滑 虽然美国好 但是对全世界的进口并没有大量增加 所以造成全世界可能没有想象中复苏 没有那么预期 学者认为石油价格下跌 加上大陆红色供应链排挤效应等是干扰台湾出口前景的因素 如果想要改变出口的表现 就必须从经济转型着手提升产业竞争力 才有机会摆脱出口不振的情况 记者为了林国宏特会报道